关羽的压迫力到底有多强 被控制往左边拉 再跑起来的同时直线绕后 如果没有我 凯就会被挤火 但是我的位置 他们不赶上 只能不停地往后撤 被分割战场 而对面打野 你看他黑平了 切完人 控制结束 马上往右边拉 他们只能看着我们潇洒里去 什么是观察小地图 仔细看好女人方的位置 通过小地图她的走向 视野消失的地方 从南野区过去找她 红野区打起来 张飞过去支援 我从这边绕过去 仔细看好马的眼睛亮了 见面就是一刀 这一刀劈完之后 开大压她的二技能 他不跳我就顶 他跳二技能跳追上 你看他拿什么跑 线上打的英雄 和你要切的英雄 多注意他们的技能 躲了他的劈 利用一束走到前面去 接着一刀往回劈 被减速 没有用二技能 然后拉开位置 女朋友大招闪现 我在等他们的技能 他大招的同时开几大招 只要他不闪现 这个二技能就能跳在前面 接着往后推 他在四分钟之前 是没有闪现的 而没有闪现的女部 就是你 单杀他的时机 一技能往塔下劈 注意他的大招 二技能 等他大招快要落地的时候跳 他刚落地 你就跳在了前面 同时把他往后震 接着从前面往后推 他没有闪现 没有办法躲你的技能 被你往防御塔下推 塔的伤害 加你的伤害 他黑平了 通过小地图 冰线的位置 去预判对面的走向 貂蝉视野消失的地方 这一波没有办法治愈 第二头回 中度左边草丛 在这个位置等貂蝉 注意好他的二技能 他不跳 你就顶 他跳 等他跳完之后 再接着顶 我卡他二技能 他不跳 我顶 顶完之后 他没状态 他跳 我又接着顶 这就是两个两年半的意思 这就是